講完了非金屬元素,不要膠金屬元素 第一個叫鐵 鐵我們在下學期會教你怎麼煉鐵的 我們用膠碳,就是碳 有膠碳的每一下就是碳 然後用碳呢把它從鐵礦裡面還原 然後它變成鐵 這種剛追出來的鐵叫做生鐵 生鐵的含碳量比較高 所以呢不太適合敲打 它就只適合融一融灌進去 所以適合鑄造,叫做所謂的鑄鐵 叫做所謂的鑄鐵 然後呢如果把它的這個碳呢盡量拿掉 它就會接近所謂的純鐵 那純鐵就是金屬元素就有延展性 就可以適合敲一敲打一打 所以適合鍛造,就稱之為鍛鐵 所以就是請你記一下 下學期會再教一次,再考一遍 問你說誰的含碳量高,誰的含碳量低 生鐵的含碳量高,所以它會比較硬 但是呢不適合敲敲打打 然後呢熟鐵的含碳量最少 然後它又適合敲敲打打 因為它有延展性 延展性含碳量最少 這就是 先跟你講鐵 下學期會再教一次 再教一次 記得一下 我們有煤焦,焦炭就是碳 然後把它還原出來叫生鐵 所以含碳量高 然後適合鑄造叫鑄鐵 把這個碳盡量拿掉 就會接近純鐵 金屬元素有延展性 所以可以敲敲打打 所以適合鍛造叫做所謂的斷鐵 所謂的斷鐵就是鐵的第一個 下學期會再教一次 就有人問你 誰的含碳量高 誰的含碳量少 把它背起來 對 再來 鋼就接在中間 鋼就接在中間 然後呢 它通常就是合金 就是混了其他的東西 然後又有不同的用途 就混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們有個不鏽鋼 國中教的不鏽鋼 是最常見最簡單的不鏽鋼 18-8不鏽鋼 18-8不鏽鋼 各個鏽 各個鏽做的 然後呢 其他的就不要管它 你們現在看到的廣告商 什麼我是什麼 304不鏽鋼 什麼之類的 真的是 你就不要管它什麼玩意兒了 就不要管它什麼玩意兒 反正是我們國中有給你講 就是那個最簡單最基本的不鏽鋼 就是各個鏽鋼 而在一起的 然後做餐具啊 醫療救器的之類的東西 OK 所以含碳量最高的叫做生鐵 含碳量中間的叫做鋼 含量最少的叫做手鐵 我手鐵 OK 然後呢 這個東西已經快要絕種了 就是 以前會有個氧化鐵 然後會有 有磁性 氧化鐵有很多種 氧化鐵有很多種 這裡講的是有磁性的那一種 然後利用磁性來記錄一些資料 所以古時候有那個錄音帶 古時候有錄影帶 今天錄音帶應該都快要絕種了 現在有人在錄音帶嗎 錄音帶的嗎 錄音帶的它沒有 你看都沒有了 然後呢 電腦磁片也應該有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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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是用水聲鐵 USB電腦磁聲鐵 OK 純摺可能還在 就是你的純摺背面會調黑黑的 那就是磁性物質 電話卡很久沒有見到 然後就是信用卡 信用卡現在可能還有 就是現在都會有精密 他們還是有一條 他們還是有一條 你寫字 現在呢就是所謂的磁性的東西 然後記錄資料 記錄資料 就是有磁性的氧化鐵 幫我們記錄資料 它的用途 馬高鐵杜錫 白鐵杜錫 就是它杜的東西 用來幹嘛 防鏽 防鏽 你這個很好記 你看到錫上面的日 日就是那個口 口就是吃東西的 所以做罐頭 所以馬口鐵杜錫 口 錫 一個日像口 所以馬口鐵杜錫 然後這個吃東西口吃 所以來做罐頭 白鐵杜錫 做劍材 你就記一下 它是什麼玩意兒就可以了 杯也可以就可以了 馬口鐵杜錫 白鐵杜錫 OK 鋁 地殼含量第一位的金屬元素 剛剛嘴巴唸過 我說我 活3 地殼才教 氧性鋁鐵 鋁式 第三位 是第一位的金屬 含量第一位的金屬 含量第一位的金屬 然後呢 它的密度呢 比鐵小 活性大 那它有個特質 就是 氧化物質 致密 不容易脫落 它的活性很大 表示它很容易生鏽 很容易跟氧作用 可是為什麼我們現在都用鋁門窗 因為它一旦氧化 會生成一個薄薄的致密層 擋在外面 裡面就不會繼續氧化 跟鐵不一樣 鐵生鏽以後是鬆鬆的很多洞 所以它是空氣跟水會繼續的滲進去 就繼續的鏽 所以鐵會鏽光會鏽透 可是鋁不會 薄薄的鐵的表面就沒有 所以它做鋁門窗 那麼現在是因為我們有方法 我們用電解法鏈鋁 所以便宜 那在很苦的時候 鋁會比黃金還要貴 原因 因為它活性很大 都是氧化物 很難把它提煉出來 很難把它提煉出來 所以很 金屬的鋁非常的珍貴 所以比黃金還貴 但是現在已經拿來做鋁門窗 到處都是 因為我們有現在的技術 現在的技術 所以 它有個致密氧化成烏龜殼 我們會加兩個碗葉會生烏龜殼 就第一個 鋁 會生烏龜殼 然後鋁合金的密度很小 可是很硬 所以可以來坐飛機 因為飛機要飛上天 它需要輕一點 可是輕可是不能夠跟紙弧的一樣 要足夠的強度 然後用鋁合金來做 或者現在有些什麼 這個叫做什麼 筆電啊 什麼鋁合金做的啊 什麼意思都差不多 就是找一個輕的 但是強度又夠的東西來弄行 再來就是心 心軟白色光澤 看一看直翠啊 活性大 然後喔 它也是要一個烏龜殼 它有一個烏龜殼 也是一樣 可以保護內部 所以剛剛為什麼要渡心 渡心 渡了心 心不是活性大嗎 不是容易氧化 可是它會生個烏龜殼 可以保護內部 不再繼續的被氧化 所以請你備好 我們學了兩個晚葉的生烏龜殼是誰啊 鋁跟鋁 鋁跟鋁 會生成致密氧化成 保護內部 不再繼續受到氧化的作用 OK 然後乾電池叫做星座負極 三零級的時候會交 電池的正直剛剛講過誰做的 石墨 碳做的 負極誰做的 鋁 鋁 鋁殼做的 三零級的時候要被 氧化鋁可以做為白色的塗料 白色塗料 OK 背一下 鋁 負極 背一下 兩個烏龜殼 一個叫做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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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 保護內部不再繼續受到氧化 銅 我們講過 兩個不是銀白色 一位這個金屬 一個叫做鋁 一個叫做鋁 同時有人寫紅色 有人寫紅棕色 有人寫紫紅色 有人寫紫紅色 有光澤 第二是重點 導電導熱性第二位 僅次於銀 那表示誰第一位 銀第一位 所以就被 導電導熱最好的金屬元素 銀 導電導熱最好的金屬元素 銀 所以生活中一些需要用到 希望它比較會散熱 要幹嘛的東西 都會用銅來做 或者是電性用銅來做 為什麼不用銀來做 銀太貴 銅比較便宜 所以電器你最終用銅來做 銅來做 導電導熱性第二位 導電性第二位 OK 然後呢 青銅合金 這個歷史念過嘛 銅錫合金 可以做餐具 那個頂啊 周公頂啊 頂啊 古人的餐具嘛 頂啊 吹具 武器 毛啊什麼之類的 現在都做雕像 做銅像用 銅像用 青銅 還有叫黃銅 銅心合金 水龍頭 樂器啊 黃銅來做 有一些餐頭 是有洗個白銅 那個原則上 國中沒有膠 你想背就背 不想背就算 有時候算有洗個白銅 那就不要管它 那這兩個是 課本上有提到 你就看一下青銅是誰 黃銅是誰 然後用它用 看一看 欣賞一下 就好了 下個叫銀 當然講過銀是導電導熱性最好的金屬電子工業 如果你真的需要它很會導電的話 你就銀來做 你就銀來做 OK 色澤優美 價格昂貴 用來做錢幣 銀幣 裝飾品 高級餐具 有人家裡面有什麼銀餐盤的那種嗎 銀餐盤 銀筷子那種 好野人 那種餐具 然後古人是說啊 是說 用這個東西有個用處叫做 防下組 防下組 因為那個P霜就是跟我們前面講 那個硫化金是差不多一系列的產物 所以放上去它會變 欸 你就知道有人幫你下輪 幫你下輪 OK 好 就是高級餐具 銀餐具 然後呢 交過這個銹化銀 銹化銀 這個底片現在應該算絕種了 對不起 這樣才不對 因為還是有人很崇尚 要用那種古人的那種 底片機 底片機 就是它有感光材料 就銹化銀 它是白色的 它是白色的 可是它見光時 碰到光就會變黑 所以它可以做感光材料 黃材料 還有就是剛剛教過的事情 剛剛教過的 那個硫化金 這個硫化金會跟銀作用 現在黑黑的 所以告訴你去火山地帶 不要給我帶 那個銀的東西去 免得銀就變黑了 不以配戴 帶銀絲米去火山地區 硫化金 在前面講過 硫化金會跟銀作用 好 銹化銀 硫化金 了解一下 就跟各位介紹這五個吧 五個 所謂的金屬元素 OK